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制 运20于2013年1月26日首飞成功 2016年6月15日正式服役 运20大型运输机的研发日出 就参考俄罗斯1276大型运输机的气动外形和结构设计 同时借鉴了美国C17大型运输机的部分特点 运20采用常规布局 悬臂式上单翼 前缘后略 无翼稍小翼 尾翼为悬臂式梯形垂直尾翼 并采用了复杂的三缝机翼设计 拥有高延伸性 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其液压可收放式前三点式起路架 能依靠重力应急自由放下 使之对起降场地的适应能力很强 短跑道起降性能优异 通过风动试验和计算机辅助设计 实现超临界机翼设计 气动阻力比1276更低 再加上后发优势 制造工艺和使用的材料更为先进 在使用相同发动机的情况下 U-20油耗比1276低20% 在发动机落后的情况下 U-20大型运输机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20吨 载重为66吨 这款飞机一号后发优势 整体技术对上世界60年代研制的 U-276实现了超越 美中不足的是 由于发动机技术落后 U-20整体指标并不先进 但这款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出现 却意义重大 第一 促进我国飞机工业 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以此为平台 培养大批航空人才 研制一款大型运输机 涉及空气动力学 材料 机械制造 和通信导航等技术 目前只有五个国家能生产 U-20的研制成功 意味着一大批先进材料 先进公寓 先进制造设备的应用 毫无疑问 我国通过研制这款飞机 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 整体技术水平实现大步跨越 以U-20的研制生产过程为例 其生产线 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脉动生产线 这家大学装配团队 更是为U-20专门研发了 一套移动机器人制孔系统 不仅效率 以以往相比有了明显提高 质量及工艺水准 也比之前高出了一大截 此外 西非汇集全国最优秀的技术人员 和顶尖技术成果 建立了全套的数字化建造流程 目前这种技术 只有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掌握 西非设计团队 依靠这种先进技术 将设计和制造信息 成功建立在了三维数据模型上 摆脱了对传统图纸的依赖 不仅极大减少零部件的误差 还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 这么多先进技术的应用 意味着背后有一大批研发团队 分别研发出相关技术 等同于通过这款大飞机 培养出大批航空技术人才 有了这些有经验的人才 以后研制更大更重的运输机 轰炸机将有更有把握 毫无疑问 运20的研制成功 并不仅仅是解决 起飞重量100吨以上的大飞机 有无问题 更重要的是通过研制这款飞机 我国培养出了大批配套产业 和相关专业技术人才 极大提升我国的飞机研制能力 第二 作为我国十几种特种飞机的改装平台 运20并不仅仅是一款大型运输机 还是一款适合改装成各种特种飞机的飞行平台 实际上 我国曾经吃过确实预警机飞行平台的亏 1996年6月 终以达成 由以色列帮助中国建造费尔康预警系统的协议 该预警系统的飞行平台 选用俄罗斯生产的1276运输机 这笔交易最终被美国扫黄 我国被迫自行研制 后来自行研制出领先世界的空警2000预警机 但是飞行平台却是从俄罗斯进口的1276大型运输机 随之而来的就是 我国不愿继续出口预警机飞行平台 无奈之下 我国只能退而求其次 以国产运8中型运输机再研制一款预警机 也就是空警500 这款预警机技术先进性先不说 起码机体更小 导致流空时间大减 影响其持续作战能力 U20航空出世以后 制约预警机发展的大型飞行平台 便不再是问题了 今后我国想生产 既然空警2000级别的预警机都没有问题了 去年11月 一张疑似U20加油机的卫星照片首次曝光 照片显示 在西安某机场 为价还没有涂装中国空军涂装的U20运输机 在机翼两侧挂在了加油吊舱 显然这是国人期待已久的U20大型加油机 除了可以改装成预警机 加油机等十几种特种飞机 U20还可以改装成空中炮艇 用于战场火力支援 总之 U20用处很多 能促进我国大型特种飞机的研制生产 有效提升我军战斗力 第三 为研制战略轰炸机 以及更大更重的运输机积累研发经验 不管是运输机还是轰炸机 从原理上来看 两者所需的机身结构和制造技术 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这就意味着 U20研制成功以后 战略轰炸机的大部分研制难点 也就被解决了 通过一系列隐形无人机 以及歼20隐形战斗机的研制 我国已经具备丰富的隐身飞机研制经验 两者研制经验的技术相结合 研制出隐身战略轰炸机 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轰-20就能实现首飞 此外 我国还计划研制装备300吨400吨 甚至更大级别的运输机 U20研制成功以后 我国就能基于U20的设计 制造等过程中积累的各项先进技术为基础 继续改进 用于研制起飞重量更大 尺寸更大的重型运输机 提升我国的远距离战略投送能力 实际上 U20的研制成功 就已经极大提升了我国的远距离战略投送能力了 这将有利于我国应对周边冲突防御能力 提升我军保证我国领土完整的能力 综上所述 U20的研制成功 不仅极大提升我军战略投送能力 也极大提升我国大型飞机研制能力 有效促进我国航空工业产业升级 有了U20的研制经验 未来战略隐身轰炸机 更大更重的大型运输机 航空出世 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U20的出现和服役 成功解决我国新型战略力量投送的问题 使得我国继美俄两国之后 成为第三个拥有战略力量输运能力的国家 U20战略运输机66吨的最大运力 和长达8000公里的最大航程 可以让我国能够在短时间内 运输大量的军用物资 甚至是军事武器 根据官方介绍 U20机舱内部极其宽厂 放三辆散兵战车都是洒洒水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只以直接空投一辆99A主战坦克 和配套的弹药和配件 直接天降正义 这样的强大运输能力 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军队 在作战时的军事机动能力和效率 除了强悍的运输投送能力以外 U20还有许多新颖的设计 诸如机翼设计和气动布局队规划等等 这些设计不仅仅适用于运20运输机 更有助于专家和设计师们 对外来的大型飞行器的研究 其实这么看起来 与其说 胖妞是一款具有运输能力强悍的大型运输机 不如说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相对健全的通用平台了 它的许多设计都是相对新颖的 并且非常耐用 如果未来有条件的话 极有可能运输20作为股价 以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新型功能飞机